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民众外出用餐的意愿 让餐饮业者生意受到冲击 南投县政府开放业者将菜单贴在县长李明珍的脸书上 鼓励民众外带或是由业者外送点餐 县府表示目前已将近40多间店家参与 期望民众能多用利用这个平台点餐 帮助在地餐饮业者 每到用餐时间免贪业者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近期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来客树减少许多至少掉了三成 至少掉了三至四成油 来客树变少现在业外送会变多 可是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业者表示一般餐饮业有趣味的限制 像他们的客人主要来自南钢工业区 但一些工厂员工从过年后开始放无薪假 加上不少公司为了防疫开始自行公餐 让他们的外送生意也掉了一半 因为我们靠近工业区 所以他们自己通常都会提供餐厅 然后也是减少外界的接触 以前都会让员工 就开放员工让他们出来外面自己买自己的 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严格 餐饮业者受到疫情冲击收入减少 县府为了提振餐饮业 日前除了鼓励民众以外带外送或者是宅配的方式 点餐消费 也进一步在县长脸书开放平台 让业者张贴菜单推销自家餐店 现在县长都非常的推动 我们现在用餐希望用外带还是外送的方式 来提供给大家来用餐 可以防止疫情的传染 所以现在有一百多人反映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也帮助我们这些店家 让他们在这个疫情的经济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能够继续生产 在他的脸书的平台上 也创造一个平台 让南投县的各个店家 只要你有做外带外送的一个服务的 那都贴在现场的脸书 那这样子的一个贴文以后 让民众非常有 有非常大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回响 有140多则的一个留言 大家对于有这样子的平台的一个开放 也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也希望用这样子具体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的餐厅还有小吃部 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县府透过网络平台 间接帮助餐饮业者另寻行销通路 同时也能推广在地美食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支持 让餐饮业者顺利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道 那么不慢慢来 很小穷去芬的 但是就很清楚换